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關心國防部因應去年的敵情威脅評估 今年提了245億的預算 打算從112一直到115年間 要打造防空還有反潛 兩種類型的輕型巡防艦 日前闖關立法院備受立委們的關注 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表示中國大陸光是主戰艦就有500多艘 但是我們小國有小國的做法 以協同作戰作為概念 來因應海軍的作戰策略 台灣海軍季揚擊艦民國81年接見反國 距今已經服役30年了 目前有6艘 由於實在太過於老舊 國防部打算建造新一代輕型巡防艦 日前闖關立法院 現在敵情威脅只有一些小的變動 作戰需求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而你們就這樣子改了 當然是因為中科院做不出來 不符合你的需求 但是我要告訴你 原來你規劃的這個4500噸 它是以防空跟反潛為主 現在輕型巡防艦又增加個熊山反艦飛彈 那它原有的防空反潛的性能需求 作戰需求還存不存在 當初4500噸的那個作戰需求 是在106年的時候做的 106年做的威脅評估 跟我們在去年做的威脅評估 其實差別最大的 現在中共在灰色地帶的衝突 它定期的派就是固定的 我只問你防空 防空反潛跟反艦 這三個需求怎麼樣搭配 你必須面對問題找出答案 有缺失怎麼彌補 這才是對海軍負責任 好不好 請邱部長正式這個問題 參謀長蔣正國的回應 似乎得不到立委認同 吳思懷指直 4500噸巡防艦中科院做不出來 才大艦改小艦 而在國防部所提供的 專案報告資料中顯示 因應台灣周邊海域的環境 針對水深適合反潛作戰海域 目前以反潛型輕型巡防艦 來強化水面作戰的能力 而另外 也要籌建防空型輕型巡防艦 來支援空中作戰能力 那原本一艘船就可以執行的任務 現在要兩艘艦艇才能完成 這個在相關的成本 或者是這個效果的符合上 會不會有打折扣的一個狀況 這聽來好像講 因為各有各的專長 但我們事實上 不管是任何作戰 也就一個協同整合的一個作用 連同我們各軍種 我們會是概念 一出去 一定是一個小聯合編組的 來執行它的任務 根據國防部的計畫 112年到115年間 要打造反潛以及防空 各一艘 防空型預算約95.3億 反潛型92億 彈藥款41.1億 載台建造 整體後勤 以及採購作業等16.8億 總計要花費245億4916萬2千元 既然極艦有沒有其他接替的這個艦型 例如美國今年退役的 五艘康德羅加級的這個艦隊 我們目前沒有這個規模 沒有這個 整個的這個新舊的這個落差跟對比 其實在性能上 還有這個設備上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這個部分是怎麼樣來去 太舊換新 敵大我小敵強我弱是不爭的事實 是 但是小國我們有我們的作為 有我們的方法 它這個主戰艦就500多少 邱國正不諱言 面對中共壓力 台灣在艦隊擴充上還有極大差距 而目前只能靠小國的打法 來提升聯合作戰能力因應 台灣將以國艦國造 以及國防自主為方向 兩艘新型的巡防艦 預計在115年前就能夠完成 並且將舊激洋極艦淘汰 來強化海軍的整體作戰能力 研究衛視張宇辰 正仁宗 台北財報報道 平均有 第三集 筏